阿公將早年熟悉的歌詞拿出來 唱情歌給阿嬤聽 這畫面看起來好幸福 屏東市高齡90多歲的 鍾情星 中秋喜倫夫婦 結婚80年 喜情相受婚 屏東市長朱家綺 特別前往祝賀 致贈禮金 金樹各變的禮品 也真的很難得在我們施工所 在盤點這一次 90歲到99歲 紀腦禮金的部分發現說 哎呦 爸爸媽媽兩個都已經超過90歲了 而且兩個結婚的婚姻 就剛剛跟大家報告了一個 像書婚80年了 那我們也特別就請了師父做了一個 我們這個塑造型的一個特別 來祝福爸爸媽媽 那當然也就這樣子 其實也來領教一下 為什麼兩個夫妻感情可以這麼好 經營家庭的道理在哪裡 可以把小朋友栽培到 他們的孫子還在做儀式 鍾情星 中秋喜倫夫婦 於民國32年6月23日登記結婚 是屏東縣結婚最久 全國第二對的夫妻 與有四女一男 談起當年的戀愛時 阿嬤說阿公年輕時很英俊 阿公則是稱讚阿嬤90幾歲了 她們還是很美 都不吝讚美對方 你看很漂亮 哇 我看她 哪來哪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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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三兩歲 這齁 九十幾歲 要喊出來 不得不得不得 媽媽的肉 要喊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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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喊出來 長子中啟源說 爸爸媽媽很注重養生 會看日本健康保健節目 父親愛吃生魚片 母親愛吃水果 兩人很長壽 兒女們都更欣慰 我也很慶幸 因為每一個人就說 你的父母能夠活得那麼長壽 你也是一個很幸福的 鍾情心中秋喜蘭夫婦 養育四女一男 從年少相知 今年相守 開之散葉已有四代兒孫 一家子格樂融融 周家其大贈實為典範 也致贈禮經祝福兩老身體健康 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借盡長輩 攜手白頭的感情 及對維繫家庭的付出 共創格樂社會 記者張如瑜 楊振毅採訪報導